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全國政協常委 星島集團主席何柱國 今天在他旗下的兩份報章 星島日報和頭條日報的書 刊登了一則全版的廣告 這版的廣告其實是一封公開信 是寫給林鄭的 到底他是說什麼 上款就寫著 我最尊敬的敬重的林鄭特首 我們經歷了去年的人 現在又遇上天災 真是黑到沒得再黑 其他地方就比我們幸運得多 因為沒有人 我們好像中了七雙拳 廢了武功 到了今天 看到我們經過雙重打擊 民不聊生 百業蕭條 香港市民心情就壞透了 你可不可以運用你的智慧 幫助香港的打工仔 你亦都不需要創作 學下其他的政府 為香港所有打工仔 代付他們兩個月的工資 以減少財源 減薪 失業 減少民間的疾苦 為我們普羅企業和打工仔 做些好事 權在你 建議在我 我們拭目以待 下款就是心情悲痛的何柱國上 到底林鄭會不會聽何柱國先生的意見呢 基於何老闆 他就是支持建制派的商界中流底柱 說話就是一定的份量 林鄭可能都被迫要考慮也不定 但是若然這個建議是由民間提出的話 肯定林鄭就是不會接納 因為他只會當民間提出的建議是臭死的 凡親民間說什麼都好 他都是充耳不聞 一直拖拖拉拉 等到建議都攤動了以後 他就可能會去執行 因為這樣就變成了好像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你比如說這個最新的例子就是美容院 本來在上次說關閉觸管和機場的時候 就已經有些專家和市民走出來質疑林鄭 到底為什麼你當時就不去關美容院呢 那時候已經出現了一個下群組感染的個案 當時林鄭還說不用 只要在美容院戴口罩就行了 好了 到了今天 特區政府無厘頭忽然就看見 就說要關閉美容院和按摩院 直至到這個4月23號 你當初為什麼不去做呢 就是不喜歡聽你說 就是喜歡玩這些擠牙膏式的防控 就是喜歡拖拖拉拉 在今早 香港美容業總會的創會主席葉世紅就在商台爆料 他就說 葉界昨天傍晚才跟政府當局開會 但是在會上完全沒有提及過要那些美容院停業 他就質疑特區政府到底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停業 標準 他同時認為 特區政府根本上的溝通薄弱 同業界之間也是信任不足 他真是厚道 同業界的信任何止是不足 根本上就是靈護信 根本上就當你這班人是Lulu 今天看見要關閉 昨晚都不預先通知 你們要怎樣做 你說要停業 都要通知客戶取消 要預約各樣有很多事要做 預先不通知你的 總之他就獨行獨斷 喜歡說什麼就什麼 所以你跟他溝通 溝通什麼 跟特區政府溝通 根本上就是廢 他完全不會聽民間的意見 至於何老闆這個意見 那麼有份量的人 他就不得不聽 叫你代付兩個月的工資 你林鄭就好聽 這些是有益處的事 我們就不會因人廢言 何老闆這個建議 正確到不得了 由你特區政府 代支兩個月的人工 使得那個僱員又可以放心 不需要經常擔憂 說會失業 找招不得眼 這樣 起碼來近這兩個月 都會有人工出 那個僱主的財政壓力 又可以舒緩得到 可能有些開店 根本上已經這兩三個月 沒什麼客人 拍烏鷹 又要交租 又要支薪 百常加根 你現在起碼能減輕 他人工方面的開支 租金方面 你就等他跟業主再談 看看怎樣減租 各樣 但是你這一筆的錢 你就要花了 是不是 民間的意見你不聽了 林鄭 何老闆講的東西 你就要聽了 是不是 真離譜了 好心你很快些工作 因為你特區政府 行政效率實在太慢了 由你宣布說有這個措施那一刻 到真真正正落到袋 都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你看那一萬元派錢就知道了 你回水一萬就快點搞 當時曾俊華也懂得在網上用ebanking 當時是2011年 智能電話都沒有那麼普及的時候 都已經做得到 你今時今日再去搞回水 有什麼可能還慢過九年前 派那四千元也是 總之每樣東西都搞得不丟 現在服役這些企業 是很急需要做的事 那些企業 有些店鋪每個月立空租 沒有客人 你特區政府根本上是無動於衷 只是一邊在呼籲業主減租 減你老爸嗎 你呼籲領展也沒那麼聽話 你自己製造出來的怪獸 領展就是 他也不理你 你還叫其他大地產商 大集團減租 負上社會責任 現在就是由你特區政府負上的責任 就對了 代資人工 不需要搞那麼多事 告訴你 起碼就舒緩了很多 他只是立空租 有就立空租 如果頂不順也沒辦法 對吧 人工就幫你支了 你起碼要做了你這部分 你這部分你都不做 你說鬼嗎 對嗎 浪費了 好了 接著就講講這個葉劉 葉劉又寫了一篇文章 去隔一下林鄭 他到底怎麼說呢 他說身為公司的領導人 最重要就是彰顯自己的領導才能 故此就需要向受影響的下屬表明 自己願意跟他們同舟共濟 而且就要做得果斷 千萬不要敬酒不飲喝罰酒 這樣才可以保持到員工的士氣 令公司繼續正常營運 不過由葉劉講出口有沒有說服力呢 因為他的黨由他的領導下 區議員的席位 就跌到零 而且不單是新民黨 連公民力量也是遭殃 一人滅兩黨的人 去講這些建議 真是有趣 他就說 行政長官出席行會前 會見傳媒 被問到會否自動減薪一事 表現得十分猶疑 只是表示會謹慎考慮 當然 葉劉就說他明白 在決定之前 要顧及多方面 例如其他的問責官員一旦被減薪會否感到不滿 另外 行會和立會議員 是不是都要一起減薪呢 他就說 記得當年任職保安局長的時候 時任的最高領導就是董建華 在宣佈他 主要官員和行會成員 減薪百分之十之前 其實都沒有諮詢意見 葉劉就認為按照目前的情況 行會和問責班子 就應該減薪三成 行會成員 因為只是屬於顧問的身份 並非全職內閣的成員 沒有執行權力和資源 故此就應該按行政長官的減薪削減一半 即是減薪百分之十五 我即是同意 你說叫林鄭減薪三成 我就覺得不止三成 應該是減薪三成才對 他四十幾萬一個月 減薪三成 還有十幾萬 至於你說行會 我就不明白為何葉劉 經常強調 說行會沒有資源 沒有執行的權力 但我就覺得這些全部都是詭辯 在一個政策或措施出台之前 你這班行會成員 是有份參與這個制定過程 難道你是完全沒有責任 如果在那個參與制定過程當中 你的意見是得不到這個重視 而你又覺得 所出台的政策或措施 是和你自己的個人意見 或者你個人的主張 是有很大的衝突的時候 你就應該辭去行會成員的職務 因為你作為一個行會成員 其實你就是等同於內閣的成員 你是必須要支持 所有政府提出的政策 議案或措施 這是必然的 這麼多年以來 開埠以來都是這樣做的 自從有行會以來 剛剛 有什麼可能 你現在經常走出來 就要和林蔣撇清關係 周時那些行會成員 都沒有規沒有舉 一個二個走出來 扮KOL 就是和特區政府唱反調 這些意見 你是應該在行會裡頭提出 而不是 出來就故意和公眾說另一套說法 這樣只是反映到你這班傢伙 輸打贏要 是有選舉壓力 包括葉劉和張宇仁 既然你這麼不妥 林鄭的政策 應該就是辭職 何必亂賺權位 為什麼 是不是為了他的份量 8萬3千050元一個月 一年 你乘回12就知道 99萬6千元 如果行政會議開足 因為他逢星期二開會 一年是52個星期 即是開52次會 除了一萬九多元 這班傢伙值不值錢 減薪一成半 減薪一成半就差不多 這班傢伙 開會開會 開成一萬九多元一次會 這班傢伙值不值錢 真是苦心自問 然後又說 要立法會議員減薪是合理 我也認為是合理 全部減 對不對 最好立法會議員的人工 就和出席率掛勾 因為有些人的考勤紀錄很差 經常都不見人 你就叫立法會的秘書處點人頭 反正你這個立法會議員 就不需要打卡 否則有些人會有利 百分之一百出席率 也是出這個人工 不開會也是出這個人工 很離譜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